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論盡香港的論盡頭條 我是家偉 今天想跟大家說什麼呢 就是爆料美國經濟崩盤 放棄對台授武 找中國撲水 哇 美國人懂得玩 還要說改去烏克蘭市新武器 那究竟是想怎樣呢 想賣武器還是不賣武器呢 在看之前和聽之前 希望大家都是那句 喜歡不喜歡也好 幫手按個讚 另外幫手訂閱兩張香港 按旁邊的鈴鐺 全部的話 Youtube開心起來有新片之餘 而不限流 就會有機會派片給你 如果你是看Facebook的話 希望大家都可以讚好我們專業 記住 下面踴躍留言之餘 也希望大家可以幫幫忙把片廣傳給身邊的朋友 令更多人都可以知道和一起討論 我們國家 我們香港和這個世界發生什麼事 糟糕 真的很糟糕 真的很糟糕 那現在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美國今天最新一期的GDP的數字 真是已經出來了 第一季的數字 哇 還萎縮 GDP按年下降了1.4% 遠順之預期 糟糕了 GDP又降 那怎麼辦呢 最糟糕的是什麼呢 其實現在美國出現的情況就是經濟衰退 經濟衰退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通貨膨脹 失業 經濟指數又停滯 等之類 加起來 糟糕了 現在美國真的 其中一個最大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對中國徵收一些懲罰性的關稅 這些懲罰性的關稅的話 其實陽無出自陽身上 最後最大件事就是和中國做貿易的朋友 那些美國公司就糟糕了 那你來貨價貴了 那你還可以怎麼算呢 就是消費者賣單 所以其實現在你看到美國 如果有朋友在美國 或者你問一問他就知道 究竟現在的材料有多嚴重 石油又多貴 麵包又多貴 你問一問現在住在美國的朋友就知道 哇 真是貴了很多 失業又有問題 然後原油等之類的話 很多很多臨臨種種東西加起來 美國今次不是十個通九個蓋 十個通兩個蓋 怎麼算呢 印銀子 你印銀子可以代表什麼呢 你都要埋單的 最後要還的 所以美國就用他平時的老本行 即是怎樣 賣武器嘛 賣武器有兩個方法 第一 拿一本黃葉出來加徐仔 不斷托進胸口 買啊買啊買啊買 你托一下托一下 自然有人買的了 例如什麼 台灣 台灣不是就是其中一個 你拿黃葉托進胸口 甚至你拿著這堆東西走過來 他已經知道了什麼了 行行行行 沒問題 買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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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當然買了 我不買美國武器的話 我怎麼能夠告訴我們國家 台灣打算做事啊 美國也是在這個嚇逢當中很難做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賣給你又好像違反了一個國家 一個中國原則 我不賣給你我又死了 但是如果是說我對著中國低頭的話 喂 不用做的了 那就是完完全全 告訴別人我向中國認低威 我是世界警察來的嘛 那怎麼辦呢 最後美國也不是傻子來的 他想了一個方法就是 錢重要一些 所以其實現在美國也在考慮著 就是之前對著中國 有些貿易商品徵收關稅的嘛 現在就發出一些利好消息 就是因為要應付美國通貨膨脹 所以就考慮會降低對中國的關稅 對中國減低關稅的話 這個是制裁嗎 然後呢 反過來 讓無足智陽身上 這些所謂的關稅 最後又轉嫁回美國人身上 那到時候通貨膨脹就會越來越厲害了 那如果是說你對中國是說 撤回一些關稅的 那你美國買中國的東西便便宜了 那你對整個美國來說其實有利的 啊 為什麼當初我這麼傻子 你不要問我 你問回特朗普吧 美國人想的東西很有趣 經常都說我制裁你 我制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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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制裁了別人之後那怎麼辦呢 喂 整個地球村 你說沒有了哪個國家沒有說不行的 但是現在你沒有了中國的話 其實你真的挺不行的 為什麼呢 我們國家從頭到尾都是說工業這方面 對不對 美國有很多的工廠等之類 其實是設在中國的 那如果你是說仍然是懲罰性關稅的 其實你燒人就燒自己 所以現在就說 他們的美國的貿易代表 他又說 我們接下來開會就會再一次去想一想 究竟我們是不是要降低對中國的關稅 沒有目的的 不是我們認低威 是因為要應付美國的通貨膨脹 你這一方面就跟中國說 哎呀 我們要減低了 減低了 食出善意了 那中國你好像有些 對我們美國的一些懲罰性關稅 又可不可以幫幫忙減減它呢 其實美國從頭到尾都是在想這件事情而已 那為什麼又說要對台減低放棄對他賣武器呢 其實這樣說 現在這一刻的話 美國真的已經趕了 拜登已經趕了 喂喂 住住住 不要給台灣 不要賣武器給台灣 停止 直接不要賣 那麼台灣真的太慘了 冤大頭了 為什麼呢 喂 現在不是說 拜登哥哥 拜登叔叔你說不賣的問題 你收了錢的 你明不明白 是啊 美國很厲害的 收了錢的了 美國總共是收了142億美金 去賣武器給台灣的 而台灣當知道有東西賣嘛 你賣給我 好好好 沒問題 但是喂 我給錢的 我跟你說得明白 我有四樣東西不要的 包括一些什麼退役軍艦 我說我不要的 有些東西很多東西不要的 其實美國都是牙筒的聲音 叫我叫你買就買的了 你還給我討價還價 你幹什麼 你傻了 真的拿一本黃葉拿去隨仔過來的 看到台灣這麼作死的話 但是沒有辦法 誰叫我真的需要錢嗎 那他硬是收了一些上期 按金等之類 但是美國就不斷出現的情況 他說 哎呀 疫情爆發啊 現在供應戀有問題啊 所以 哎呦 不好意思啊 台灣 我不可以給你一些武器啊 還有 剛剛又說了 我拜登說的 現在要禁止 你不要給台灣 對了 為什麼啊 其實一石二鳥啊 他現在希望中國釋出 對中國釋出善意 說哎呀 現在因為我們國家通況膨脹 我就不加你關稅了 那你都 你一點誠意啊 你都不要懲罰我們美國的東西啊 大家很來很往啊 做生意嘛 做生意的嘛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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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說 我也收了台灣的錢 就先拖著吧 為什麼這麼急要給他呢 不用給他 第二個戰場更重要的 那裡就叫烏克蘭了 烏克蘭最新局勢是什麼呢 就是現在這個是烏克蘭說的 烏克蘭就說 現在俄羅斯傳出 就要說打摩爾多亞 即是哪裡啊 一個烏克蘭西南變一個小國 就說烏克蘭呢 就現在呢 就已經很努力地奮戰當中 不過呢 有傳 俄羅斯會打其他歐洲國家啊 為什麼烏克蘭會說這些呢 就是因為 其實 發言人 都知道其實現在 自己的角色是什麼 他的國家是什麼 就是一個 沒有啊 純粹戰場 這個純粹戰場來說 其實 我基本上沒有可能夠俄羅斯打的了 那唯一的方法就是怎樣啊 嗯 拋一些方案出來 令到歐洲真的幫忙 大哥 現在 烏克蘭歐洲最紅的網紅是誰 扎蓮斯基 他就不斷周圍跟你說 加上英國啊 美國啊 不斷周圍說 現在呢 我收到可靠線色 俄羅斯呢 俄羅斯呢 就不只打烏克蘭的 還要打其他地方的 喂 大家倒閉 啊 就是要歐洲害怕的嘛 歐洲害怕起上來會怎樣啊 喂 俄羅斯真的打得下來了 那怎麼辦啊 那我們就要制裁他咯 對咯 就是玩這些 制裁制裁和制裁 哎 我制裁你 啊 我現在呢 就我這個國家不接受 俄羅斯你說用盧布去買天然氣 或者石油 但是我可以黃金去買 又或者 我不是在歐洲給盧布你 但是我可以在亞洲給盧布你 又可以 歐盟其實很多國家呢 其實沒有了俄羅斯的天然氣 石油呢 是真的倒閉的 真是大件事的 所以其實歐盟現在在內部當中呢 也都已經豁免了有幾個國家呢 是 算了 你繼續買俄羅斯天然氣啦 聽起來好像很大量 但是實際上其實不是的 這些小國買了之後的話 喂 你一次買多幾十倍 買多幾十倍的話 喂 大家歐盟來的嘛 是不是呢 你的東西就是我的東西 你進了之後 就輸給我們 其實德國現在很慘的 作為一個全球的工業大國當中的話 他說停能源 沒有能源 沒有電 那你怎麼做工業呢 所以其實現在呢 都有很多政策對策出現 包括就是說 有一個方法就是混油了 買一些天然氣 或者石油等等之類 但是在海上 加些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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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羅斯的能源 在這隻船當中 是低於49%的 我就可以正式對外宣佈 這些不是俄羅斯能源 我可以買了 情況就是這樣 所以你究竟現在這一刻 你覺得 所謂的制裁是什麼一回事呢 就是 上有對策 美國你要我制裁的嘛 制裁當然是制裁 制裁 不要這樣 不要想 制裁 實際做的 很多人都說 能找多幾隻船 在海邊 溝溝淡 我們國家沒有能源 不行的 現在就是說 歐洲出現這樣的情況 還有 我剛剛也說了 烏克蘭其實他們知道自己國家是一個什麼狀況 就是一個戰場 但是 整天說 我要努力 是說 不會放棄烏克蘭的 任何一寸土地 但是 說這句話 其實他不在戰場當中 最新的消息已經說了 其實現在 打仗 就已經在不是刀刀叉叉 兵器等之類 而是已經出現到 無人機 這個 正正是說 現在 美國的最新武器 烏克蘭 已經作為一個 自殺式無人機的試煉場 這些無人機 基本上 有些很好的名字 什麼彈簧刀 什麼鳳凰雲 這些名字 很厲害 也說了之前 已經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知道了 有這些無人機 就是一個很誇張的新革命 想不到現在 就正式在烏克蘭戰場上 正式用起來了 這些所謂的自殺式無人機 其實有很多 導彈 或者說明自殺式 就是靈慰肉碎 不作瓦泉 直接整件炒到你的坦克 飛機當中 有什麼好處 不會人命傷亡 等一下 打仗可以沒有人命傷亡嗎 打仗的話 不是自己國家的人 關什麼事 說這句說話 就是美國 但是 如果你想深一層 你作為烏克蘭的總統 你應該要怎麼做 是不是應該先用人命 繼續打仗 是不是對你整個國家有好處 對國民有什麼好處 我們看到很多左中右不同的新聞 我們看到 真的有炮火 當然 有些圖片很有趣 例如說 這個城鎮匕炮火精華等之類 但是窗門是沒有爛到的 又或者俄羅斯有些是屠城的情況 但是你看到那些人 躺在地上之後會動的 又是什麼一回事 臨臨種種一堆東西 我們可以知道就是 戰爭衝突仍然進陣當中 誰對誰錯其實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什麼 市民是無辜的 如果你是一個總統 你應該愛民如己 而不是繼續用面子工程 不斷吹去 其他國家 自由 什麼什麼 要幫我烏克蘭 你說這句話的時候 究竟你是把你的市民的人命 拱手相讓 到戰場上 還是你在保護它呢 我看不穿 我就覺得 你明明是利用網絡的方法 讓你作為一個最紅的網媒 澤連斯基 還有 人命行先 不是每個國家都會這樣 是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 大家有眼睛看 美國怎麼對它指紋 現在去到山窮水盡 通貨膨脹嚴重 才是低聲客氣 好像跟中國說 我們將會再開會 不加你關稅 你懂得做 他完全不記得 美國當地人民 買東西越來越貴 辛苦的是誰 是自己 為什麼這麼辛苦 仍然要到處制裁呢 面子 真的說人民會這樣做嗎 同樣地 我們再看一看 咦 蔡英文 其實 你原來已經給了錢 你台灣省給了錢給美國 美國不能夠如期交貨的話 那你怎麼對得住這些 省民 你用了台灣的錢 美國不如期交貨 你是不是要罵那個廠商 立善不出 對不對得住指紋 對不對得住省民 烏克蘭是否俄羅斯的衝突 看到這個又說炸那個 那個又說炸那個 我也是那句 沒有說對錯 我之前就說 最慘的是什麼 人民 那究竟 扎蓮斯基怎麼想 歐盟其他大佬 又怎麼想呢 國際形勢很難一次過很短時間和大家說完 但是我之前就說 我願天下和平 不知道你又怎麼想呢 你又覺得 美國這次什麼葫蘆 賣什麼藥呢 真的如果能夠和中國恢復來往的話 他最後是不是又無緣無故又找些其他東西再制裁中國呢 記住了 下面留言和幫幫忙 喜歡不喜歡也好 幫忙按個like 訂閱我們論進香港 記住了 幫我們把影片廣傳給身邊的朋友 令到更多人都會知道 我們國家 我們香港和這個世界發生什麼事 我是嘉偉 稍後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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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